黃金電波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980,一個是1280 兩個效果都不錯 但是1280效果又比980更好一點 因為電波納皮的作用跟能量堆疊有關係 這個之前我們曾經有過一篇研究 就是膠原蛋白的變化 你從室溫開始加熱 加熱到52度C 你會發現膠原蛋白沒什麼變化 但這個時候已經耗費掉很多熱能 這已經跨越27度C了 那過了52度C之後 你只要增加個3度C 增加個2度C 你會發現膠原蛋白會劇烈的收縮 所以代表著膠原蛋白的變化 在初期是電波的發速是沒有影響的 到後來它會變得很大的邁進 所以900發通常就有不錯的效果 但是我建議可能450發或300發 這種發速比較不適合 因為這個能量可能累積的不夠 你溫度根本無法跨越膠原蛋白收縮的門檻 那1280又比980再多個300發 雖然它只有多了一點點發速 可是它有可能是落在這個溫度門檻之後 你只要在那邊一點溫度 膠原蛋白就會劇烈的收縮 所以造成它的效果更加的提升 這是原廠的一個產品的區隔 所以在這裏面中 是有一個產品的區隔